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紫薇斗书怎么看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020年最轰动娱乐圈的桃花事件 这里声明深层曲折网络 要构成桃花事件,性格本身就一定要喜欢桃花 我们先来看这个命盘 命功,鬼贪狼寄入饥饿 逢到极恶贪狼自化露出 贪狼是桃花心,而极恶代表身体 这代表身体执着于贪狼的享受 所以这种也是容易劈腿的命格 我们再来看要构成桃花 还有什么样的特征 首先,这个人的外缘一定要好 千尼跟父母都是两个表象工 两个表象工都有路 这代表外缘好 千尼坐着太阴自化露出 然后转寄入财博 千尼串联巨门,代表这个人很健康 和另外一个处是应对公,父母公 贾连真,陆入侄女宫 连真是桃花心,侄女宫是桃花宫 桃花心遇到桃花宫 代表他对异性很有一套 2020年爆发的桃花事件 不仅交往九年的女友跟他分手 人气和收入也跌到谷底 我们从命盘上看到什么样的讯息 夫妻,新文昌,记录前载 千尼宫是果报宫 丁聚门记录财博 转记录交友逢文娶生年纪 然后再度转记录子女宫 田载也禀联真记录子女 代表田载祭出 然后转天童记录命 福德宫也是另一个果报宫 以太阴记录千尔 这时命迁线呈现多记敞破 千尔的记跟田载的记都冲破了枯萎 代表钱不见了 命宫的记转记也冲了夫妻 正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而2020年刚好他在大县跟流年的命迁线上 事情就这样爆发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这段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飞行指挥走速的知识 还有要记得按赞跟分享哦 谢谢大家 请订阅我的频道